說起廣州,第一印象就是好吃 早茶肯定少不了 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菜牌變了一輪又一輪 不變的是和老友吹嘴的快樂,和家人齊聚的熱鬧 90年代和香港電影TVB一起曬過廣州的茶餐廳 是打工人老友聚會的首選 現在各種冰室是廣州安身,茶餐廳早已成為廣州人生活的一部分 煲飯又是一大明星 因這件經典,廣州人食小朋友的謠言,眾人皆知 來到廣州才肯定入面真的沒有小孩 老火靚湯,一個星期不喝就全身不聚財 時不時口癢,就重獎禮物餐後甜品 你想起食物的味道,就可以想起這座城市的安穩快樂 起身又嬉又隨便,其實新床不老 甚麼都會做,味淡,但鮮 對廣州的第二印象就是大 大到車行兩個小時都還在廣州市 大到用得下幾百年的歷史 你可以在這裡找到陀,南宋,宋,明清,五朝的十一層古代露廟遺跡 這條千年成脈,可以追到巡漢 看老家遺跡,美麗舊了嗎? 望著一江新城,就這樣追未來的夢 2011年以塔耀新城之名秘平為新洋城白景的廣州塔 延續著廣州白景文化,而貫穿天河的新中族線 代表著廣州發展的未來,為歷史文化古城駐入新的發展活力 有人會覺得,作為一線城市的廣州 就夜連轉,無情網絡 996007,這一世,月沙律班飛過 談個夢想,過什麼生活 但其實你可以停下來休息,找回心中的蘋果 一份戀意 起初追望的抗熱,組織編為長流細緒的愛 長著於心,與廣州的人間煙火 陪你走過漫漫歲月